早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今天10月30号的百革城报 大家请看我旁边的这张地图 这是今天早上6点气象局公布的全国空气污染指数的数据 一眼望去都是一遍蓝圈圈 表示全国共有47个地方处于良好水平 只有区区5个地方是中等水平 而这也意味着东北季风来了 把印尼吹过来的烟霾扫得一干二净 还给了我们蓝天白云 不过下一幕画面可能就不是那么美好了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是新报头版刊登的新闻图片 指出原定在刮拉登加楼举办的文化节活动被迫取消了 因为东北季风带来了一场暴风雨 摧毁了活动现场大约30个竹棚 而面临东北季风即将在下个星期带来的豪雨 东海岸一带的灾力中心也已经重新启动 接着来看昨天雇员公积金局释放的好消息 也就是公积金局今年在海外的投资比去年增长了14% 至于下半年的表现却是一大考验 因为原产品价格走跌中国经济放慢 所以大家最关心的今年EBF能派出多高的利息 还要评估下半年的表现之后才能公布派息率 只是公积金局有信心能够达到派息的基本目标 也就是至少4.5% 去年公积金局的派息率是6.75% 创下近年来的新高 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涉嫌勒索前雇主在泰国罪名成立被判浮育三年的 前普通萨地职员塞维尔 根据马新社的消息指出 他将透过律师陆炳新加坡高庭 起诉DH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同贵旺 以及首席执行员何启达 以要求两人归还之前收到的资料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这起诉案将由新加坡法庭审理 因为塞维尔当初是在该国跟买方交易 售卖他偷窃来的资料 不过吉隆坡律师凯文佐斯华表示 塞维尔无权提出诉讼 他举例说道 这好像是一名小偷起诉金匠 购买他所偷窃的贼赃 不过有消息传出 新加坡高庭预料将在11月4号 临审最终案件 从互相力挺到撇清关系 说的就是全首阿里和加玛尤诺斯 自上周三 全首阿里向媒体透露 不再与加玛合作划清界限之后 昨天全首阿里在接受 自由今日大马询问时 再度指着加玛是巫统党内动荡的原因 他在党内制造混乱 并且谴责加玛胡乱发表 有超过百名巫统区部领袖 要开除慕尤丁的声明 全首阿里也认为 加玛是一名新手政客 且还不成熟 所以触请加玛在发言时 先照一下镜子 今天的承报到此结束 谢谢你收看